我是你的好朋友游侠黄文贤 请帮我分享 订阅 开启小铃铛 节目就开始了 谢谢你 谢谢 好业务游侠 今天是第一次YouTube的业绩 就是我从7月1号 人次是712 那在这个月 这样的成长率 是以观看的论证次数来讲 闭幕之前 拍了一张 是土地收钱的还是赛福 也就是说 在这两个区域 我负责的前三年 连一笔电将是一个 可能会把以前的业务经验 一些业务的小故事 你好 谢谢收看今天的游侠 有像华调 我是你的好业务游侠 今天是好业务的第十集 以后呢 我就再不讲急速了 今天呢 我来说一些的总结 看了这么久的好业务游侠 你一定会多久一个感觉 我都在讲过去的事 而我现在做业绩做的怎么样呢 其实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我从2013年开始 我把KCP协会组织起来 在组织这个KCP协会的时候 一开始是没有人来帮我 只有一个伙伴 我从只有一个伙伴帮我 到我去年交出去的时候 我们KCP在去年 在疫情的状况之下 我们几乎可以达到 一年有365场的约期 这就是我做业务的人力 那再讲讲近期吧 我最近做YouTube的时候 在第一次YouTube的业绩 就是我从7月1号到7月31号的业绩 观场人数人次呢是712 观看时间呢是17.6个小时 那订阅人数是16人 那在这个月 就是说第28天之后 他是以28天为一个周期 在第28天的时候 我这次的第28天呢 是1855次的观看 58次小时的浏览 现在我的订阅人数来到56人 那这样的成长率是 以观看的人次数来讲 我成长了260% 观看时间成长了331% 那订阅人数成长了368% 当然我知道现在是成长期 以这种三会数的百分比在成长是正常的 那我以后会将这一段以后会独立出来 因为我要做未来要做网络行销的影片 但做网络行销的影片的时候 我的成绩将会在网络行销的影片播出 我之所以想要教大家做业务 其实原因很简单 你有去书柜 你有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书店了 我去成岳的最后开关闭幕之前 拍了几张他们的照片 这些照片是什么照片 是教人家如何做业务的照片的区域 诺大的书柜当中 却没有在教你如何房子带账 处理带账跟收回带账 这三点都没有人教 为什么 台湾宴有很久的 收买会是土地收钱还是債 也就是说 怎么把货款收回来才是最难的 我以前待的公司跟年强齐名 是两大通路商 我们的客户比率是百分之百 而我负责的区域是山明区 跟屏东 在这两个区域 我负责的前三年 连一笔呆账 一笔呆账都没有 那这三年 这个区域会没有地方倒吗 不可能的 因为 再怎么样好的景气 都有人赔钱 再怎么差的景气 都有人在赚钱 也就是说 我这个区域如果都没有人倒 就是我厉害 OK 我有办法防止带账 观察带账 处理带账 跟收回带账 在这几年当中的经验 事实上没有输 可以教育给大家 我才有觉得 如果我今天要拍业务的影片 我必须要拍一个像这样子的影片 告诉大家 如何防止带账 处理带账 跟收回带账 所以后面的节目 我就开始进入主题 这个影片将是一个开端 其实前面的九个只是一些基本的概念 做业务其实真的不难 难得是要如何保有没有带账 这才比较难 那再来呢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可能会把以前的业务经验 一些业务的小故事 分成小段落 跟大家聊聊 说说 然后告诉大家处理业务 处理业绩 收款一些的技巧 这些呢 也将会在后面的节目 陆陆续续的登场 从今天开始 我们进入 如何做业务的主题 如何培养业务滴流感 要记得 在台湾的那句业言 买会是土地 收钱也是财富啦 好 这是今天的游侠游枪滑调 希望有人喜欢 这是今天的游侠游枪滑调 如果你听完了之后有什么疑问 请在下面的留言告诉我 我会依照留言回答你 有关业务方面的问题 我是你的好业务游侠 拜拜 游侠 华文贤 我是高雄人 我爱高雄啊 有机会来高雄出头哦